在我看来,这无异于现代版的皇帝的新装,无论他们以怎样堂皇的托词,披上什么合法的外衣,都无不大写着对事实的无视和对法治的蔑视,让世人耻笑。 连日来,许多富有正义感的加拿大公民都纷纷致函中国驻加拿大使馆,或者直接通过加拿大的媒体公开地批评加拿大政府的做法不合理,不合法。 中方强烈地敦促家方立即改正错误,释放被非法拘押的中国公民,切实地保障有关人士的合法正当的权益,强烈地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对有关人士的逮捕令。